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我是经济日报的李国庆 港股今天非常之神勇,升幅非常亮丽 最主要都是因为A股带动 昨天和大家讲到横看A股 今天在经济日报的文章那里其实都写了 上证指数跌到关键的时刻 如果能够反弹就会带动港股上升 那结果今天内地股市就升得不错 我今天和大家讲的题目是A股领涨 未讲到题目之前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 全日恒指升了429点 收报28248点 成交有890亿 成交不算缓弱 但是比昨天的855亿就略为增加了一点 反映都是有些资金开始流入来的 但是后市是不是一支箭就可以飙上去呢 也还是横看A股的 那我们今天先看A股的情况 上证指数 图中可见 守住前浪底 昨天星期一的低位是2692 较7月份的低位2691是高一点 差一点就破底了 那昨天说到横看A股的时候 就说要看阿爷会不会出口或者出手 结果就今天又说养老基金又说等等 A股又生性了 一下就飙了上去升成2.7% 可以说是这一两年以来最大的单日升幅 以幅度计 飙了上来光头阳触收 后市我估计仍然有机会再弹多一点 起码上试十天二十天线 即是说试下那个2.820区 最理想就是升川企稳其上之后挑战2915 2915可以说这个底部横行区的顶部 也可以化身为这个小箱底颈线的 但是要突破了2915才可以说是真正向好 暂时来看就不要这么乐观主 先看2820到2915 深正成分股指数呢 其实是一个领先指标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率先破底 破底之后呢 今天呢 都是有领先作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今天弹了三个百分之后呢 收报八六七四 升幅呢 可以说是中港两地里面呢 以指数计都是比较大的了 那升成三个百分之后呢 后市希望它能够修复前浪底 即是8736这个位 然后再挑战呢 大概9000区的 10天20天线那些左右 一下子不要希望呢 又好像上证指数那样呢 可以挑战到呢 这个横行密集区顶部 即是9500区左右呢 它应该是9515的 那这一个位呢 暂时来看呢 遥远了一点点 先看呢 收复八七三六企稳其上 然后再看大概是9000啊 9100这些 即是10天20天线那些水平 好了 那A股有机会再弹多一点点 那港股又如何呢 我们看看恒新指数 恒指来看呢 预期 都有机会可能再弹多一点点的 就是先收复这个10天20天线 那大概那里就是28300区的 那现在很接近而已 企稳其上先啦 企稳28300 企稳其上 然后呢 有机会再挑战这个 密集区顶部29100 如果升穿29100呢 就当这个是颈线突破啦 小箱底反弹 那其实今天我们经济日报的文章 我都讲到 恒指其实是这个 用14RSI来看呢 它是短线呢 是三底倍持超迈 所以有些技术性反弹 一点都不出奇 那中长线来看呢 暂时啊 仍然都是维持这个 红灯警戒信号的 因为 50天线跌穿200 50天线这个是未改变的 所以如果你是 进取型的投机者 或者投资者也可以 那可以短线呢 是博下反弹的 但是如果你是保守型的呢 暂时都仍然是观望的 或者你后高是减持的 这个看法还是没有变的 整体来看是 估计是先反弹后回落的 因为呢 特朗普那个贸易战 还没解除啦 仍然都困扰住的 随时会发癲的嘛 还有呢就是内地的政策呢 其实说去杠杆啊 或者是经济有机会呢 是稍稍下行啊 这些这样呢 都仍然是会困扰的事的 所以中长线呢 都仍然是观望的 好了 那如果真是说 看好一点有什么股份呢 其实我今天经济日报的文章 我都有提到 都有提到 就是一批内房股 其实我有发型起的 做得好 今天有提到三只的 第一只恒大 那今天呢 竟然大升成两成以上 最高下 去到成 26.45的 收报了25.2 都升21% 那你长线来看呢 它突破了两条下降轨的 后市如果它有回吐 只要它回吐不是太深 那 例如 不跌回去 这个 22元 即是今天的低位 22元之下的话呢 这只股有机会呢 是 已经 是 建了一个 中期的底部 不敢说是长期底部 因为 爺爺的政策都还是弱的 那它有机会呢 是做好一点的 好了 有提到第二只的就是碧桂圆 碧桂圆呢 今天升6.4% 那它都是盈起了 增长五成的 中期 估计有机会先收复12.5 就是前浪底 然后呢 再挑战13.68 另外新城发展 今天都有提到的 今天升8.1% 它呢 它呢 盈起呢 是中期呢 多赚两倍的 那现在它上回来 6元之上了 希望它呢 可以挑战回 大概 7.5 7.5 这些水平 那如果你说很保守 又想拨反弹 不拨这些内房股的话 昨天都跟大家讲到的 有可以考虑一下 恒生银行呢 今天都升得不错 升3.1% 这只股 一浪高于一浪走势未变 估计它有机会是破顶的 好了 今天分析就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